这几天呢我就发现有这么一个情况啊 如果说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那接下来这个江苏浙江上海广州的工厂工人只会越来越少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啊 那就是说那些工人呢外出工作 然后背井里乡对吧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想挣钱 但是现在这个工人的工资呢 可以说真的是太低太低了 这个工人外出打工一年下来 可能根本就是挣不到什么钱 转不到什么钱啊 如果说你回老家的话 然后就有一些中介会给你推荐一些正式的工作 对吧 都是平常加班 然后1.5倍的工资 什么周末加班 然后双倍的工资 一个月工作下来的话 可能有6000到这个8000块钱 这个工资待遇啊 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然的话 你每个月下来工资最多的话 也就5000块钱左右 因为你每个月这个工时呢 大概就是260%之间啊 这样一算下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可能拿到这个6000块钱以上的工资 然后就有一些没有进过厂的朋友 他就比较疑惑 说我为什么不做小事工呢 工资也还好算 自己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 拿多少工资 自己心里面也是有个底的 但是你们知不知道 就在目前为止啊 这个苏州昆山上海广州这些地方 小事工的一小时工资才18到20块钱左右 你们从中介那边或者是从网上那些招聘网上看到一个小时工资达到什么30块钱40块钱那种 要么就是不管吃 要么就是不管住 这样的话 你还不如去干那种就是一个小时18块钱的 但是呢 他们给你提供这个吃住啊 因为在这些大城市这些地方的话 物价本身比较光 光吃住这些基本的条件呢 对于我们普通工人来说 就是一个不小的开支 还有一些就是没有出过门 或者是没有进过工厂的朋友 可能会疑惑他们在网上看到的工价都是300块钱一天对吧 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那个江苏浙江广州那些地方有很多正在厂里面上班的 或者说之前在工厂里面上过班的老铁啊 曾经跟你一样相信这个地方真的有这么高的工资 所以说跑到江浙户这边 但是好长时间跟我说啊 就是找不到这样的工作 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现实啊 目前的一个情况 那我不知道看到这个视频的网友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留言 让更多的人避一避坑 那你们对于目前工厂招工的工资非常低的这么一个情况 到底是怎么看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啊